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中共没收特供酒 涉进9亿元 内幕引关注 中共体制内的权贵历来享有特供商品 日前中共公安部宣布三个月查获于30万瓶非法特供酒 涉案金额近9亿元人民币 熟悉中共体制的人士透露 中共所谓打击非法特供 只是各级政府搞创收 割韭菜的方式 而现在真正的特供 并不写特供字眼 中共大量收缴非法特供酒 前大陆企业家 乔丽名牧 割韭菜 中共人民网6月10日报道 中共公安部声称 在全国打击贸用党政机关及军队等名义 生产 销售特供 专供 三个月缴获非法特供酒31.8万余瓶 打掉跨地区职业制假受假犯罪团伙4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417名 涉案金额8.9亿元 原深圳企业家王英国 6月10日向大纪元表示 事实上 中共从来不会真的花大力气 去打击非法特供 就像中共称打击非法占用地 打击非法采矿一样 目的就是给各级官员一种割韭菜的办法 执法行动的目的就是抓一批韭菜来罚款 给下面的人创收 它重要的是创收 因为共产党它说了算 哪有什么非法和合法的 王英国说 这是中共敛财的办法 比如说人家生产酒 因为印客户的需要 上面印着一些特供 专供的字样 倒不是什么非法 只是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 王英国表示 共产党一党专政 本身就是一个特供体系 中央各个部门 都有自己的自留地 他说 以前在国内 每年会拿到很多这种特供酒 比如军队里面 有叫做南海的特供酒 他认为 现在中共说 打击非法特供酒 实际上就是巧立名目弄前 以打击非法特供酒的名义 进入别人合法的企业 查扣人家的酒 随便扣个帽子 又没有讲道理的渠道 据官媒中心网 今年5月9日报道 早在2013年 中共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等5部门 联合下发 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 使用特供 专供等标识的通知 正式取缔了 特供 专供标识产品 但特供酒与专供酒 似乎屡禁不止 官方声称 特供酒已成为一门 用低档白酒罐装 勾兑的暴力生意 并不时宣布相关清查行动 茅台酒因特供之名 知情人皆真假特供酒内情 茅台酒一度被外界视作 是中共官场腐败的代名词 成为各军区 各军系统 各机关的特供酒 近年常被用在官场送礼 贿赂上 据报道 每年供给政府和军队的 茅台酒比例 占其总销量的60% 2005年 中共军队曾定制了战备茅台 用行军湖盛装 负责采购茅台酒的 是军中管钱 管务 负责采购的总后勤部 近年来 因茅台酒而落马的 中共官员并不少见 如中共前总后勤部 副部长古俊山 被抄家时 在他豪华的将军府邸中 搜出1300件茅台 价值相当于1560万元 不过 有关假茅台酒的消息 也时常建筑爆端 2018年2月 彭派新闻报道 从贵州省仁淮市区到茅台镇 形成了从质甲到包装的 完整产业链 过年期间 茅台等高端白酒需求量增大 飞天茅台甚至出现断货的情况 假冒茅台酒乘虚而入 但该文章随后被蹊跷删除 大陆律师杨生6月10日对大纪元表示 市面上的茅台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因为真正的茅台酒 军方都是直接上公司去提的 各个大使馆 以及省不及的招待用酒 虽然是特供 但实际上酒瓶上是不写特供的 而凡是写上专供 特供的 大部分都是打擦边球 你买不着真的 凡是包装上写上特供的 可能都是假的 真正的特供 是不写特供的 然后是专门渠道送 这样保证它的真 特供烟酒 被指茅时代遗毒 中共权贵 历来有豪喝茅台酒的传统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 第11版《九仙泄进》记录 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期间 百姓哀红遍野 中共总理周恩来 还可以畅饮茅台 近年 中共与共产小兄弟的交往 也以茅台酒为媒 2018年3月26日 现任党魁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为到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设宴 有网民从现场图片中发现 适应手中握住的是 两瓶酱瓶挨嘴茅台 这种茅台市面罕见 数特供酒 当时网上专卖店标价 高达128万元一瓶 熟悉官场的北京人王先生 6月10日对大纪元表示 特供类产品无非是搞阶级崇拜 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遗毒 他提到特供烟 比如长城雪茄 创牌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 创牌之初 也是为中央首长卷制特供 他说 我曾经问过公安和国安的人 现在特供只限于省级招待所 还有就是省级军分区 驻地市级单位 一般很少 但是也有备货 这种烟只在钓鱼台 国宾馆内部有 市面上不太可能流传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 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